今天海洋为我们打开全新世界 巨浪推动前行 潮游蕴含力量和改变 人类从面向大海开始 实现化约开创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晨 辽东半岛 补海湾畔 在晨曦映照下 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高等学府 大陵海事大学又开启了新的一天 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等航海教育学府 大陵海事大学已走过了一百多个春秋 其前身可追溯到一九零九年 晚期设立的游船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传政科 至此揭开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历史篇章 历史的风云 航海的波涛成就了一所想于世界的高等航海学路 它就是航海家的摇篮大连海事大学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 中国高等航海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九五三年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教育部决定 将上海航务学院 福建航海专科学校 整建制迁往大连 与东北航海学院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 实为我国唯一的高等航海学府 一九六零年 大连海运学院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 经国家教委批准 学校由原来的大连海运学院 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 学校经过百年的历史积淀 以形成严谨的智学理念鲜明的办学特色 开阔的国际视野 有的专业 以达到亚太领先全球不落后的水准 这些都构成了百年海大的基因延续 进行学会百川 德济四海的校训 传承坚定 严谨 勤奋 开拓的海大精神 聚焦海事特色 服务国家战略 征创世界一流 始终是学校勤行的使命与责任 2009年6月6日 大连海事大学又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起航 坚持特色 对标一流 如今的大连海事大学 已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 专业结构优化的体系格局 构建起具有鲜明航运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所谓大学者 乃有大师之畏业 教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海大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 以千人进化 长江学者 具有教授职务的高级远洋船长 轮机长为代表的优秀八尖人才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对于海大来说 每培养个人才 就是为国家航海事业的发展尽一本力 从这里走出的每一个人才 都是国家航海事业的重要 他们肩负着建设海洋强国的重任 海事大学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机制 创造出最好的研发平台 一批批标志性科研成果 相继在这里诞生 一个个行业重点实验室 在这里创立 一个真正属于 航域人才的学科殿堂 正在不断地呈现精彩 学校在传播通知党的技术方面 走在了国际前沿 发挥了技术引领作用 培养了大批的 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 海事技术人才 为国家的经济建设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走出去 请进来 学校先后于三十多个国家各地区的 法语所著名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2007年 在斯里兰卡 克伦坡国际恒海工程学院 建立了大连海事大学海外校区 打造出 恒海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战略布局 开创了中国高等恒海教育 输出的先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 大连海事大学特色教育与实践创新双轨并行 成为航军专业人才的摇篮 特色鲜明的半军事管理 培养了学生优良的品格 林峰远航队 曾先后12次驾驶无动力艇 横渡黄海、渤海 锻炼了学生坚毅果敢 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 通过实践平台与专业基地建设 培养了学生勇于创新科学横海的作风 对学生培养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实践动作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努力为学生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 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丰富自己 使他们更快更好的融入社会 全校现有大学生科技创新协会 大学生艺术实践协会 青年志愿者协会 等各类学生社团200余个 会员超过万人 海大学子 用创新奋斗谱写青春 万里罕城 玉昆城棚 专用教学实习船玉昆轮 和再过教学实习船玉昆轮的相继投入使用 实现了海大人建设远洋实习船队的追求 为高素质航运人才培养 保驾护航 学有所长 学以致用 从海大走出去的无数学子 今天已成为国家航运事业的中流砥柱 他们代表着海大教育接触的累累硕果 成为海大的光荣与骄傲 今天在这座锻造航运人才的殿堂中 你看到渴求知识努力奋斗的年轻人 航运科技创新开发的创造者 传道授业助推成长的领路人 百年海大 岁月留恒 深深学子 皆成栋梁 既往海来 海洋对于我们 仍然是一个全新人海事 仍然有新的目标 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追求 承载着中国高等横海教育的时代使命 寄望于民族横海之梦的伟大振兴 大连海事大学 追逐着世界一流海事大学的梦想 乘风破浪 扬帆领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